欢迎收看113年7月12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李凡飞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新光悬岸公园开放至今广受市民好评 公园处已经计划扩大汽水区 有望延伸到21号码头 希望可以在明年暑假前完工 服务更多的市民 高雄捷运钢山路逐延伸线RK万站 6月底正式通车 高雄市府也正式签约RK万站的土地开发 建商将新建地下4层 地上23层的住商大楼 希望带动北高发展成为钢山地标 寿山动物园最近迎来了许多亲子客 暑假期间除了开放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之外 更安排了来自北部Xpark的水屯兄妹与大家见面 让许多民众一睹可爱水屯的样貌 公园对于居民来说是日常生活的休闲场所 但是在前镇区的盛兴公园 从去年的11月底封闭到现在 因为公园的改善工程导致居民半年来都没有公园可以用 由李明打电话到市府询问得到因为里长更改计划 导致进度延期的回应 里长是表示无法理解 只是提出建议为什么会变成是他的问题 而公园出示回应盛兴公园是公民参与计划 会随着地方的意见来调整工程的内容 因此不存在延期的说法 红着眼眶 前镇区盛兴李明章表示 最近被李明问到公园进度都觉得很焦虑 因为一旁的盛兴公园 从去年11月28号就因为施工而封闭到现在 最早说明7月初可以完工 不过如今再改到9月中旬 还有李明打电话到市府询问 得到里长更改计划 所以工程延期的回答 里长表示相当不谅解这样的回应 有李明打电话市政府 他说那个为什么又在延期 说因为里长更改计划 原来让我们工作无法如期完成 我说这个都会说 我说我完全没有 李明又打电话给我说 你怎么更改计划 我说我没有啊 我又没有签字 我完全没有啊 李明不了解情形 他把哲联整个推给我里长 只是有瑕疵的问题 要求他改善 一些胁迫问题做的不平 那会影响运动的安全 所以我要求说要不平 一些瑕疵就建议而已 里长说明 盛兴公园过去还有大大的喷水池 长辈做运动泡茶聊天都在这里 因为是里内重要活动中心 附近也没有其他公园可以使用 所以相当希望公园可以改善 而公园处回应 因为盛兴公园属于公民参与计划 必须要听取地方名义 做持续性的改善 因此并不是进度延宕 目前施工进度达82% 预定进度提前5% 公园改善在规划阶段 有纳入公民参与机制 听取地方意见 施工中也会配合地方需求调整及增设 与其公园改善后符合地方使用需求 公园处表示将会加速进度 而里长将于8月初召开里民大会 要求相关单位列席 因为沟通传达问题 导致希望公园变好的双方产生误解 也期盼尽快尘埃落定 让里民有个安心安全的空间 一个用心的公园 真的可以造福很多民众 在前镇区的星光水岸公园 从6月29号开放至今是广受好评 家长们是纷纷称赞细水设施 设计的十分用心 而公园处也已经要计划扩大细水区 有望可以延伸到21号码头 希望在明年暑假可以完工 服务更多的市民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玩水嬉戏 整个公园都是孩童快乐的嬉闹声 星光水岸公园暑期限定开放 才开放不到两周时间 已经好评如潮 小朋友们都很开心 那颗球 我觉得按摩背 那一个溜滑梯 因为那一个降下来的时候很快 然后呢 又可以降到自己很好玩 8月我们还会再来 老师说要户外教学这一次过来 那他们也很用心在维持环境 因为大部分有时候刚开启的东西 很快就会可能就是那边缺陷 这边也缺陷有状况这样子 但是他们这边好像是很用心在维护 他会有阶段性的储水 对他的活动是属于比较活药的 不是死死的时候一直喷水这样子 高雄拥有公共细水空间的地方不多 星光水岸是高雄目前唯一 拥有大型细水区的公园 还有家长连续两天 大老远从大树跑到这里 因为孩子真的很喜欢 我是住大树区 所以离屏东市是比较近一点 我们通常都会过去屏东那边玩 然后现在听到这边的消息之后 看到这边的消息 我就马上冲过来看 我觉得这边是可以再加强一点点 可以再继续加油 公园处说明 由于水岸公园广受好评 已经计划加大场地 据消息有可能会延伸到21号码头 目前公园处正在进行细部规划 希望可以在明年暑假前完工 我觉得不错 因为其实就是南部真的是偏炎热的夏天 那我们其实有跟孩子们去找 很多的清水公园 但部分好玩的都是在北部 中南部以上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南部 可以多有这样的空间的话 是对市民朋友是蛮有帮助的 有在增多 可是如果以高雄跟屏东比的话 其实屏东还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 高雄是可以再加油 市府也听到民众的声音与期待 由公园处办理将新冠公园 现有细水期空间加大 并规划全新清水空间 增加油气及服务设施 本计划现正办理 细部设计作业中 将以明年暑假完成为目标 水岸公园在去年暑期全新开放 暑假不仅天气热 小孩在家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放电 细水公园就成为许多家长的新选择 让童年的夏天天尽良爽的回忆 前镇区近情有很多工程正在进行 高雄市议员王毅雄是争取 要将前镇区的花卉市场 后方有四公顷的空地来活化作为公园 而王毅雄是表示 上一次到现场时 杂草都已经长到他的大腿了 可见工程的进度是相当牛步 要求空地所属的农业局加速进度 清爽广阔的公园和一个月前杂草 曼生的模样是大香径庭 高雄市议员王毅雄争取活化 高雄前镇区花卉市场后方空地成为公园 这一次再查工程进度 议员队拆除围墙后未搬运碎时 与草皮凹凸不平 与没有路灯等部分仍有要求 我说你是到夜间的时候 它这边是没有什么一些的公园的灯 这边的一些照明设备非常的弱 而且也不是那么亲 我们怕说这些的居民 会拿后面的外围的那些的碎石 要去一边的处理 还有我们表演场的那个棚架上面的 还有一块还是要补充的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些 在里面的这个 我左手边的这个地方 那现在是有凹凸不平 我们也担心就是说 那我们延民会办一个碎石祭的时候 我们也担心有一个传统竞技的一个竞赛 那怕就是说会人在活动 怕说会有一些的那个伤害 而在空地北边地势较平缓的区域 议员则希望能够整平 供原住民射箭与锤球练习 期望能在九月原住民碎石祭前 完成所有工程 把那边的那个要做一个整地 就要铺一些的水 那个土 让它这个铺平 列为我们一些的 长津的 那个那个什么锤球的一个练习场 还有我们一些的射箭的 那个一个一个场地 今年在九月 那个延民会的税石祭之前 能够这个地方能够把它整理完毕 议员关心活化工程许久 由于进度缓慢 连周边居民都觉得要成为一个公园 目前设备还是不够 负责的农业局表示 空地约有四公顷 将完成步道整铺 围墙修整与地基整铺 部分工程则需再延拟可行性 目前这个工程也是市长很支持 在他动二 动第二预备进来办理 工程主要是在七月中或七月底 这个月应该就会完成 那后续的当然议员建议的事项 可能我们还要再去研究看看怎么处理 像议员提到了灯光照明 刚刚那个整个是要铺平 这些议题 那可能还要后续再来做研究这样子 议员期望火化后的公园 能成为九月原住民税石祭的活动场地 更可以善加发挥场地功能 提供给附近居民一个宽阔安全的运动休闲空间 记者李嘉龙 无佩山高雄报道 近年来身心障碍族群的就职能力也是备受重视 高雄市劳工局举办了角色音感音乐艺术行销首部曲的 培训课程 让对音乐表演有热忱的市场者 可以透过全方位的培训 精进自己的表演能力 预计在八月到十月 在美丽岛站会公开演出 欢迎民众给予更多的支持 市场者也能够玩音乐吗 当然可以 高雄市劳工局举办角色音感音乐艺术行销首部曲 让对音乐表演有热忱的市场者 可以透过相关培训课程 提升全方位的表演能力 经过了两个月的培训 表演者们都已经蓄势待发 要在捷运站表演给大家听 我们预订在八月二十号星期六下午 在美丽岛捷运站光之穹顶的一个大厅 来举办第一场次的一个音乐发表会 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场次的部分 我们会在劳工局网站 还有四张按摩干妈店的一个脸书 都可以搜寻得到 那现代人的生活步调比较快 那可能每个人感觉都非常匆忙 所以我们特地选在人来人往的一个捷运站 来办理这个音乐发表会 那希望透过音乐的一个演出 让进出站的旅客能被我们音乐来吸引 停下脚步来享受这些片刻的音乐 那也给我们这四张音乐的一些掌声跟鼓励 透过全方位的培训课程 学员们都学习到许多 不让四张成为玩音乐的阻碍 不只只有音乐方面 其实音乐其他要配合的 这个注意的事项也蛮多的 那这个课程就是说 它等于是一个全方位的 不是像以前我们就着重在音乐方面 所以它就是说 你的台风啊 甚至你的美之美怡 你怎么样让自己在表演的这个阶段 或者是前置作业 让自己先能够放松 这种放松的这种课程 也我觉得蛮好的 这个培训 我比较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音乐同好者 因为一个人玩跟两个人 跟一群人玩 那个力量完全不一样 而且大家其实欲强则强的那种 是我很想要有的 那不一定要跟我同乐器 可是我们有一样的音乐 然后他们强度如果可以差不多 或是他比我更强 我是很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玩伴 应该说一直以来自己用的是 用自己的方式 然后在乐器方面去钻研 那可是这次的培训 是让我更广泛的去学习其他的技能 比如说话技巧 还是其他周边的技能的提升 拿出各自的绝活 然后在这边互相搭配 然后玩一下音乐 那感觉就很好 有这样的优秀培训课程 科长也承诺 明年度也将续办这样的培训 让市场伙伴可以加强自己的音乐才华 并且逐步开启大众能见度 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为了让今年的一个培训 还有音乐会的一个效果 能持续延伸 那所以我们明年会继续陪伴 这些市场音乐人 那我们会透过一些课程的安排 来强化他们有关 音乐技巧的一个部分 也有他们有关 舞台魅力的部分 那除了这些我们还会来加强 那透过网路媒体的一个部分 可以让他们多了一些管道 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网路社群的一个行销 可以让他们更多人来关注他们 然后累积来开启他们的一个关注度 还有包括他们的追踪术 和他们的粉丝 不让障碍者身份成为追梦的障碍 并且也可以让市场者表演 融入大众的生活艺术 让每个人都能勇敢成为梦想中的自己 记得朱镜宇宙福庆高尚报导 您有听说过金马宾馆吗 位在高雄古山的金马宾馆当代美术馆 前身是给台湾亲属探视送别 即将前往金门妈祖当兵的家人的宾馆 隶属于国防部 属于军事建筑 107年的时候活化为美术馆 现在还保留着建筑的原貌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 大理石入口大门 白色水泥砖造墙 金马宾馆当代美术馆 前身是供台湾亲属送别探亲 即将前往金门妈祖当兵家人的宾馆 到现在仍保留当初军事建筑的隐秘性 是我身后这一根一根的柱子 那这一根一根的柱子 其实当初是为了防御的作用 然后来建造出来的 因为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 往后看的话应该可以发现 它可以抵挡我们从外面看进去的视线 就可以很好保护我们军事观 在里面的所有活动 整体建筑完工于民国56年 在民国107年 高雄市政府都市发展局 为由民间集团进行金马宾馆再造火化 建筑起家的集团成功复旧 许多武林年代才有的建筑特色 当时其实历经了两年的田野调查 等于说我们也去访问了很多 早期真的有在这个空间有报道过或是居住过像是吴念真导演等等 有去跟他们进行对话 然后有把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放在我们的其中一个展间里头去做播出 那同时呢这几个建筑物的保存其实也花了不少的心力 那包含着大家可能早期对台湾的印象就是磨石子地啊 这样子的一个磨石子的这个工艺的技术呢 用三四倍五倍的成本来富旧如旧维持它原本的模样 美术馆一楼围长设展有国内外包含日本美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有光影设计也有大幅展品 吸引外地客前来感受艺术氛围 我是因为看到这一区好像有一个新的艺术场馆 然后刚好来高雄旅游就直接过来这边走一走 就是这个建筑以前应该是一个宿舍吧 或者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对然后我喜欢那种旧的建筑物去把它改成一个艺术场馆的这种感觉 就觉得很有一点年代感历史感 然后也有感觉很轻松 然后这个环境其实很舒服 因为他是两个部幕 所以会觉得好像在探索 有一种心里一开始有点想让自己带一点惶恐 带一点探索带一点惊喜这样子 想要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那进来之后其实它是一个光影变化 那就而且目前没有人 所以自己可以很安静的在这个地方得到休息这样子 美术馆善用金马宾馆一间间房间的特性 让光影设计展品有最好的展演场地 也邀请知名艺术家设计师展出作品 那二楼是以特展为主 所以我们有固定每年有一些国际的艺术家 或是国内的艺术家的这个展览的规划 会在二楼空间做展示 那三楼呢其实也是有一个艺术跟设计的一个主题 那有特别我们从开馆以来就合作的一个日本的虚柔的这个艺术家 今年在11月份有一个盛大的特展 也欢迎大家来看展跟期待一下 60年老屋华丽转身成了现代美术馆 民众前来看展也能顺便感受这座 结合老式建筑融合现代技术的艺术品 最近高雄的艺术气息相当浓厚 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正式展出了瞬间穿越绘画与摄影之旅 这场被誉为年度避看的展览 是英国泰德美术馆在海外唯一的展出站 让民众用一张门票的价格 瞬间可以探索碧卡索等世界大师的作品 被誉为年度避看展览的瞬间穿越绘画与摄影之旅 正式在高雄设立美术馆盛大展出 而高雄是英国唯一的海外展出站 只要来到高美馆就能薄览许多世界级名作 一个城市的伟大是在于它的文化艺术的一个内涵 它有多少的收藏 它有多少的美术馆 它有多少的博物馆 这个才是一个伟大城市的一个象征 这个是高雄游戏史上最top的展览 所以不看遗憾终身 看了终身难忘 这场名作云集的展览 借由绘画与摄影作品 呈现近百年艺术美财创作交融的经典 精选34件泰德美术馆藏品 与国具基金会所收藏的21件现当代作品 展现艺术家画笔与摄影镜头所捕捉的瞬间 瞬间穿越绘画与摄影之旅 观众而言其实最令人期待的 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到 这些安代巨匠的创作的真品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展览对台湾太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顶尖的一个展览 在全世界刚刚讲过在伦敦之后 它第一站就也是唯一的一站 在亚洲选择高雄这个高美馆 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吸引别人的 包括演唱会也好 然后没想到我们是用美术这一项 来吸引很多人看不到的会来台湾 为了看这个展览而来高雄 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瞬间展览突破跨国展览的运输 与空间技术的挑战 也打造让民众亲近艺术的 无限可能与多元形式 让民众可以透过艺术 体验生活与每一个美丽又美好的瞬间 记者朱经纬 伟州府 新高尚报导 高雄捷运钢山路主延伸线的RK万站 在六月底已经正式通车 高雄市府是紧锣密鼓的展开周围的开发计划 12号时举办了RK万站的土地开发签约仪式 建商要新建一栋地下四层 地上二十三层的主商大楼 坐落在北高雄交通便利的中心点 希望可以带动北高发展成为钢山的地标 高雄捷运钢山路主延伸线才钢通车 高雄市政府就立即举办 捷运钢山路主延伸线 RK万站土地开发签约仪式 副市长林清隆说明 建商将新建一栋地下四层 地上二十三层的主商大楼 还有回馈空间 对市府与市民都有注意 总计它会分回给我们175坪的脱婴 在这个地方很需求 第二个它也必须给我们106部的车位 作为地区的这个地方 也需要一些转博的这个接驳的这个车位 第三呢我们至少现在出估了 也会有14亿以上的这个现金流 因为它付买回 旋链金付买回给我们 也在2029年大概就会正式完工 基地位在高雄捷运RK万站西侧 景陵钢山转运站与台铁钢山站交通便利 等于是高雄市的延伸 更是北高雄连开案的起手势 因为接下来捷运红线R20连开案 也将签约 挹注捷运兴建经费 到8月底 我们印记应该可以变成 高雄有5个车站 那么总计有多少呢 总计民间的投资额会达到253亿以上 那么峰回给我是政府的 作为我们的土地的这个建设 挹注到我们的这个 捷运联合开发的基金的话 则会达到144亿以上 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 要背负起四线 齐发所需要的这个叫做 车站站区的开发 来带动人次 带动旅次 带动地区的发展 我想这个就是有很大的效益 建商说明 经过探测 岗山站地质松软 需做工程加固 新建案才会花上四年 过程中若有零损 一定会负起责任 我们希望能够让周边的领防 都没有零损 但是坦白讲 没有零损很困难 我们也会基于这个 敦青木林的原则 去把它做一些承诺跟修散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那么施工过程当中 难免会打扰到我们的 左右邻居 还请我们议员 还有请我们区长 还有两位里长博 多多的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支持 高雄捷运串联 南紫桥头 钢山等许多产业园区 经济效益惊人 联开岸助市府进账 也能带动区域发展 促进北高雄繁荣 记者李嘉龙 吴佩山高雄报道 但您关心高雄车站的进度 从2018年立起的高雄车站站撑墙 在今年的7月完成了拆除作业 地下的中央广场正式成员 而这个划分南北高雄已久 传说中的38度线正式的打破敲除 整个地下工程 预计在年底完成施工 在明年的1月 就可以全面同步启用 北中南三座地下广场 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站撑墙 历经多年终于完成拆除 打破了这个划分南北高雄已久 传说中的38度线 现在从手扶梯上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中央广场 过去那边阻挡视线的墙壁消失了 看到美区的工程持续推进 也可以感受得到 这座施工已久的车站 终于公旗也尽到了尾声 让许多的人都相当期待 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做的那个市政 做的漂浮漂亮 差不多了啦 今年已经到年底差不多了啦 我印象中两三年前就开始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期待之后会长怎么样吧 就是想知道他在做什么 希望他做个停车场 中央市的下阵广场 大概已经主体的工程 大概已经高冬了 现在后续在做一些装修的工程 那所以我们上礼拜把整个 上阵广场拆除完之后 我们就把上面的一些 相关的格纳的一些部分 把它拆除下来 那也让民众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整个后续的中央广场 其实已经在附入后面的一个阶段了 战身墙打除之后 北面区域还在持续的港工中 预计在明年的1月 可以同步开放北中南三座地下空间 民众可以直接在地下通道进出站 或是前往达乘公车 以及使用等待已久的车站停车场 不用再走到车站外扛的烈日和风吹雨淋 从那边也可以过去九路路 对的比较方便 那做得很大很漂亮 比较快就可以到火车站 不用走那么圆的路 因为高雄比较热 所以盖这种地下道 当然会比较凉一点 这一标的工程是到 今年的12月份 会整个竣工 那但后续还会有一些削减的一些工作 那还会跟台铁公司 还有相关捷运的这些动线 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联合检查 预计大概顺利的话 会在明年明年初 可能会在1月底的这个时间点 将来的开放是整个 北中南的巷镇广场 一起来开放 供民众来使用 从2018年立起的战身墙 如今也完成了他的任务工程升退 高雄车站的重建工程 已经进入下半场通局 期待他的完工能够带回过去的战前风采 记得三军高雄报道 随着高雄车站完工 最近也同步传出了 原本排版从左营直通屏东 六块错的高铁南沿左营案 因为环平卡关等问题 有可能让当初被放弃的高雄案 败布复活 不过这就意味着 高雄车站附近 已经被工程影响了将近20年的民众 又得再一次忍受公共建设公旗 部分的在地民意可说是相当反弹 高铁南沿案可说是一波三折 原本要从左营直接盖到屏东 六块错的路线 因为途经石化厂的环平和左营站基地 轨道变动了问题 因此传出铁道局目前又考虑 重启高铁进到高雄市区的高雄案 也获得许多民代的支持 例如立委赖瑞龙就公开表示 这是百年建设的长期考量 不过已经被高雄车站工程影响 将近20年的在地居民反弹非常大 表示从自己还在念书 到现在小孩都读国中了 高铁如果再盖下去 不知道还要多久 从念书吧 他就已经在建了 见到我儿子都出生 到现在都已经国一了 他还在建 我儿子有时候都还问我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好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我们这附近的居民 都有一个想法是 到底要见到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可是如果说以这样来看的话 但是好 可是会造成说 那附近的居民一定是 而且你再牵过来的话 可能沿路什么的 可能还要再变动 动用的高雄市政府的资金 可能要更多 这个可能是大工程 拿出当年的可行性报告比较 原定左营案经费约619亿 全长17公里 如果要走高雄案 的确旷日费时又搞缸 需要预千亿的经费 全长29公里 不过因为开进市区 对于后续的都市发展 确实也有帮助 陈其脉回应 绝对需要审慎评估 加上当时的研究报告指出 接近高雄车站的区段 需要明挖工程 势必会对周围店家造成影响 也让车站附近的 长名商圈住户感到两难 铁道局目前 仅针对左营案回应 的确正在进行技术评估 不过并没有针对高雄案 进行详细说明 左营案于2019年拍板 原本预计 2029年通车到屏东 但目前卡在第二阶段环平 民众和屏东市府 也在殷切期盼 希望能尽快有个结果 有时候建设太多 真的会造成当地的不良影响 古山区的龙子里 近十年是建案林立 重车行经造成里内的龙德路路面破损 里长从三年前就开始争取道路的险铺 今年终于轮到最后的龙德路34项 有了全新的路面 漂亮平整的薄油路面 不再坎坷崎岖 机车骑乘安全更有保障 古山区龙德路34项路面重新整铺 里民都很有感 有时候他们会来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就会再补 那补的话就会比较突出 对那像边边接水泥的部分的话 也没有那么平整 大概是这样 但是整个状况不至于到很差 就刚刚骑过去觉得蛮漂亮的 很平的 很平啊 对啊 蛮舒服的 比较不平啊 然后凹坑也是稍微许多 对啊就是没有到很深啊 对啊 现在有就是有比较好 施工的话还蛮快的啦 那一天就可以结束了 才不会影响到那种 店家的就是营业啊这样 龙子里近十几年开发迅速 建案林立 因此社区巷弄常有重车经过 造成路面破损 里长三年前开始争取 龙德路巷弄险铺 今年终于轮到最后的34项 应该就是使用 对对对使用上 频率很高 因为我们这边大车也多啊 对啊 然后进出的车子也很多 所以可能就是会比较有点状况 然后修补修补的状况啊 我们到工作可能就是都会用补丁的方式啦 那补丁它预算就比较少嘛 就可以做修补 那补久了 道路可能一直更新的一样嘛 总是还是不堪使用啊 久了还是要得整个整个重做才会比较坚固跟长远 本来路面刨铺都要编预算的 不必左闪右躲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李嘉龙 佛佩山高雄报道 走在路上不止路面很重要 路旁的障碍物其实也很影响观感 有时候走在路上常常会发现有车辆被弃制 甚至是占用停车阁 不仅影响市容也会造成环境脏乱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依照车辆的气质点 以及有无牌照经过贴单7天之后 车主如果不处理的话 环保局会视为废弃车辆加以移除 还给市容的整洁 道路旁空地前只要不是划红线的都会停满车辆 但其中夹杂的一些停了很久的车辆 外观有些破损 车上还被弃制一些杂物 影响环境卫生 但车主又不处理令社区居民很偷偷 尤其是没有划红线的部分 还有一些空地的前面 早起这边没开发 所以有很多的飞汽的地方 都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飞汽车辆 我们要请交通局帮忙 请环保局帮忙 这都是有牌车辆又没办法去做移除 那个是非常困扰 这些困扰又造成民众常常的一个反应 针对这些被弃制路边或空地的车辆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 如果车辆是被弃制在道路和公有地上 无论有无车牌 环保局和警察局都会依权贴单 七天之后车主人不处理的话 环保局会视为废弃车辆加以移除 那无牌的部分是由我们环保局 那会同警察局就是我们先贴单 贴单确定这个是 确定是无牌飞机车辆的时候 有我们贴单 然后七天后如果说没有 民众没有处理掉 我们才会用进行脱掉 那有牌的飞机车辆基本上是由警察局他们贴单 那通过引擎号码 大概我们还是可以通知汽车所全人 而如果车辆气质在私人土地上 就需要由土地所有权人出面处理被气质车辆占用的问题 而如果影响环境卫生 环保局会依法通知地主善尽管理职责 要求车主处理车辆气质的问题 那一座车辆大概大家预估好几年 至少五六年以上 上面都怼反垃圾而且很多老鼠 因为它又是在私人的空地上 那个地主有没办法去移除它 就是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障乱点 大家会有样学样 旁边越放气质的车辆会越来越多 私人土地的那个废区 大概除了它有影响环境灾乱 我们才会用废青法 那如果没有的话 基本上我们也没办法去处理私人土地范围 对那私人土地范围 我刚才讲就是 如果它正要处理的话 土地所有人管理或使用人 他们必须要依据相关法令来执行 车辆不使用了 气质在路边不仅影响市容 也会形成环境灾乱点 政府单位还是会依法找到车主要求处理 希望车主依照车辆报废程序处理好车辆的最后一路 不要造成社会负担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卫武营的卫武迷迷村是以彩绘社区文明 有很多外地观光客都会慕名前来 而在社区的巷子口 有一间老面店 是附近邻居还有上班族的好伙伴 店面并没有特别的装潢 也没有华丽的靴头 只是用单纯朴实的家乡味道 就走过了30个年头 上了年纪的老板娘 俐落的煮面 一团接着一团 中午用餐时刻 这间位在卫武迷迷村的面店 生意很不错 炎热夏天里 客人一煮接着一煮 一卖就是30年 店里品项不多 主食就只有面条 米粉和馄饨 搭配一些卤味 也能让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以油葱酱作为基底的面条 口味清淡 来访客人每人一碗面再切盘卤菜和汤 有的是住附近的邻居 不时过来捧场 有的则是在附近医院的繁忙上班族 午餐得吃得快一点 不过也不能随便 每次都点一样的细干面 传统的一个细面 方便啊 这边方便 第二个是面网 它开很久了 而且口感上还不错啊 老板也亲切 想回来吃就是他们适合啊 适合口味啊 简单啊 也不会很多钱啊 老板娘谦虚表示 就让客人点自己喜欢的 简单好吃 干净卫生就可以了 一间老面店 一位亲切老板娘 在闹钟取尽的 魏武营迷迷村巷子口 多年来用铜板价格的家乡味 陪伴每一个在地或过路的人 放暑假了 爸妈们想好要带小朋友去哪里了吗 寿山动物园最近迎来了许多的亲子游客 因为暑假期间动物园除了开放12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入园之外 更安排了新住民 就是来自北部Xpark的水豚兄妹与大家见面 带你一起看看最近超夯的可爱水豚 一到暑假高雄寿山动物园到处都是亲子党 爸爸妈妈抽空带孩子一同出游 共度欢乐时光 在暑假的时候是特地过来玩吗 对来高雄 因为直到这里改装了 所以特别过来的 要不然其实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来过了 对台中 他的旅行所以都是他喜欢的旅行行程 所以算是我来算蛮新奇的 我都不知道路怎么走 因为毕竟要升国山了没什么暑假做的 但是放完暑假就要开始累了 我觉得我就要好 但是他打算要拼之前的女孩 所以把握时间快点来 对啊不然之后就没时间来 刚好今天放假 他刚好平客 所以出来走一走 我最喜欢的是大星星 悠悠哉哉在池子里泡澡 头上不是顶橘子而是水生植物 寿山动物园新交客从X-Park戒指的伴随水豚兄妹正式出场与大小朋友见面 我们引进了X-Park戒指的两支水豚 那分别是Liber跟Lia 就是一支公的水豚跟一支母的水豚 那年纪都很小 那大概半岁左右而已 那所以其实来我们东元这边适应了大概半 大概几个月之后 目前已经适应良好 所以目前也开始尝试着跟我们既有的水豚 个体他们就是互相来配对 那目前的话我们叫小朋友或来动物园参观的话 都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豚 它跟我们园区里面水豚互动的模样 持续进入小鼠气温飙高 寿山动物园用不同方法帮动物消暑 红帽猩猩除了会淋水外 还会折射水柱洗脸降温 寿山动物园更开放细水设施 让亲子都能清凉一下 退出我们的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来动物园参观 那此外我们其实夏天比较炎热 所以我们在我们暑假期间的每周六日 我们延长到晚上的六点半 所以民众在六点半之前都可以 我们比较用比较惬意的方式来动物园 这边在午后比较凉爽的时候来动物园参观 从7月19号到7月31 我们也首度推出这个纸上动物园 我们由专业的直艺老师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实际在我们现场就折纸DIY 那假如小朋友比较小的话 没关系我们也有提供那个射笔 让小朋友可以体验着色 让小朋友在折纸的过程中 也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 我们动物它的一些构造 跟一些动物的特征 暑假期间动物园推出不同特色活动 让亲子参加 详情可上寿山动物园脸书或官网查询 记者李嘉隆 无佩山高雄报道 高雄天气是真的很热 但是最近在科工馆 可以让民众体验下雪的感觉 不仅可以滑雪堆雪人 还会不定时出现飘雪的活动 让民众仿佛身处雪国之中 高雄竟然下雪了 你没看错 雪花飞舞的景象就出现在高雄 这是位在高雄市科工馆内的一个游戏区 特地以雪为主题的游乐空间 让身处在台湾的我们 也能感受到玩雪的乐趣 我们热雪天堂就主打了 就是可以不用出国 然后穿短袖就可以体验滑雪 玩雪的感觉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堆雪人 然后也要提供很多滑雪道具 可以让小朋友在常温底下就可以体验滑雪 我们这边就定期它会飘那个雪这样 然后让小朋友在玩雪的时候 然后过程中还会飘些雪 然后更像是真的在韩国玩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里面也有攀爬区 攀爬区呢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奔跑 然后玩鬼捉人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好好放放电 炎炎夏日 这里也成为许多民众避暑的好选择 不仅能够降温 还能够体验到身处雪国的独特感受 很好玩 it's really fun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就像不是真的雪其实也是很好玩这样 其实一进来他们就被这个吸引到 然后玩了蛮久了 然后刚刚也去玩了那个溜滑梯的部分 然后小朋友也是一直玩 自己都可以自己上自己下 对啊蛮安全的 想要让小朋友放电 他没有看过雪 对然后他也很喜欢玩这种 就攀爬的这种溜滑梯 因为我自己觉得也蛮 让他们可以有一些刺激 跟就是触摸一下就是雪的感觉 在这样的常温滑雪乐园中 民众可以体验到雅热带不常见的雪 还能够不用被冷气房绑架 在游玩中活动筋骨 促进家庭感情 记得住今晚攀植广告上报导 谢谢 谢谢 继续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继续带您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晴时多云 27到35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晴时多云 26到36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27到36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妈祖多云短暂雷震雨 27到34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 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李凡飞 我们下次再会 我高中同学阿花传讯息给我 快点看一叻 你们又要开同学会了吗 LINE 蚝油辅助认证 女儿啊 你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用 阿花说要帮她用这个认证 LINE 蚝油辅助认证 哪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诈骗啦 怎么可能 这个照片是阿花没有错啊 妈 LINE 才没有这个蚝油辅助认证 如果你傻傻点这个 就会被引导到诈骗网页 窃取你的个资和密码 害到更多的亲友呢 蛤 这么可恶喔 可是现在这些诈骗太厉害 我真的是蚝油灰灰看不出来 妈 你可以上MyGoPad 或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网站查查看 不然就直接打 165反诈骗专线问清楚 这样就不会被骗啦 讯息连结不乱点 小心求证最安全